據美國之音報導,5月9日,俄羅斯瓦格納集團僱傭軍首領耶夫根里·普雷過任表示,他已被告知 如果他與其士兵擅自放棄他們在烏敦、頓巴斯、巴赫穆特市的陣地,他們也將會被以叛徒輪署。 不過,普雷過任再次表示,如果他的部隊得不到打仗所需的彈藥供應,他們仍將撤離巴赫穆特的戰鬥。 他反問到底是誰在背叛祖國?很顯然,背叛祖國的人就是不願意簽署命令向我們提供彈藥的人。 這是普雷過任四天來第二次發出放棄巴赫穆特陣地的威脅。 他通過一段莊華年篇的錄音重新這一立場之時,俄羅斯總統普京正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紀念衛國戰爭紀念78周年的閱兵活動。 阿格納集團僱傭軍事去年夏天起就一直在巴赫穆特陷入苦戰。 普雷過任上週五突然發表聲明稱,由於他的部隊在巴赫穆特傷亡慘重,而且彈藥供應不足。 因此將於本週三撤出戰鬥,並將陣地移防給俄羅斯國防部的正規軍。 不過在週二發表的最新這段錄音中,普雷過任表示,他的部隊將堅守巴赫穆特更多幾日,並堅持要求得到足夠的彈藥供應。 根據路透社報導,普雷過任週一晚曾表示,有跡象顯示彈藥問題正在得到解決,但到了週二,他又表示他想獲得的彈藥供應量明顯不足。 普雷過任在錄音中說,他們只是給我們,我們要求數量的百分之十,我們被騙了。 雅加納·顧勇軍是俄羅斯攻佔巴赫穆特的尖兵圖主力,即使承擔重大傷亡,也繼續擴大陣地,向前推進。 普雷過任三個幾星期前曾宣稱,距擊顧勇軍部隊已佔領巴赫穆特80%以上的領土,但烏克蘭守軍並未放棄,而且仍然在堅持戰鬥。 加中兩國近日發生外交紛爭,雙方互相續外交官。 據報導,2021年2月,加拿大保守黨議員莊文浩發起議案連署,披露中共對待維吾爾等少數民族手段是種族滅絕行為,此議案在加拿大中議院獲得通過。 隨後,張文浩因此被中共政府盯上。 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後發現,中共外交官趙毅企圖恐嚇張文浩及其在香港親屬,趙毅因此被加拿大政府列為不受歡迎人物,要求他限期離境。 發生社報導,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首都額太華對媒體表示,我們決定我們得以一個前進,並釋放一個非常明確的信息。 我們不接受外國勢力干涉,無論他們接下來做出什麼選擇,我們都不會被嚇到。 5月9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筆在例行記者會上稱, 中方對於加拿大將一名中國外交官列為不受歡迎人物,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並決定針對加拿大的無理行徑採取反制措施。 將加拿大駐上海總領事館領事因日為列為不受歡迎人物,要求他於5月13日前離開中國,還將保留進出進一步反應的權利。 另一方面,中共大批小粉紅都開始出征,在網上呼籲增加報復力度,抵制加拿大產品。 其中過去在外交風波中,首當其衝的加拿大我再被重提。 對此,資深媒體人、自媒體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分析認為,中共揚言要因日為13日前離開中國。 此舉明顯是用以往對付大陸百姓的手段對付加拿大。 他進一步辭出,中共在國內用各種高壓振報、特務恐嚇的手段對付中國人民百姓。 順手後,如今將這套明槍暗戰的不道德鬥爭權術出海外,試圖對國際社會進行利由威兵。 蠶食瓊吞,此為中共黨文化思維,由一誤判,都是中共體制自我膨脹過渡的由一極端作為,約各國群起聲援加拿大,驅逐中共外交官。 中共將陷入嚴重孤立。 5月8日,一位廣東網友發帖文表示, 5月7日在廣州一地鐵站,自己是能進站不能出站。 服務中心搞半天都無解決,想著都是故障最多扣過全程費用。 沒想到8天,飛彈無解決,問題更嚴重。一夜醒來,欠了地鐵六百多萬,我是承包了一段地鐵? 還是請全線路免費承地鐵呢?該網友還曬出相關圖片,顯示其應付金額為六百五十四萬三千一百一十四點二四元。 5月9日該廣東網友高蘇常游新聞事件仍在處理當中, 網易網民對此事評論如潮,數字人民幣系統出問題啦,這個真是不為小事。 真是要以後用數字人民幣,被我扣款怎麼辦?一說數字貨幣,會不會自己一輩子辛勳苦苦搞下來? 到頭內出一個系統問題就沒有啦,而且你還找不到證據你有多少錢?開始長錢啦。 據澎湃新聞4月22日報導,江蘇常熟市金融管理局和財政局發通自稱, 從5月開始對常熟市載編公務員、事業人員、各級國資單位人員實行工資存額數字人民幣發放, 截至去年9月底,常熟民生消費基礎場景,以全面打通知庫通道, 而且江蘇揚州都開始試點推動數字人民幣,對此向中國作者金濤柏案在其共黨玩數字人民幣多狠, 讓你上一秒是億萬富翁,下一秒一洗如貧一民眾自春。 這個意味著中共政權開始了對民眾滑地圍露的全中國大監獄無聲。 數字人民幣的可怕之處,簡單來說,就是你自己全部家當,所有流動資金都在專制獨裁的包包裏。 也就是說,數字人民幣是一個沒有信用的政府,獨裁專制體系中應用, 持有數字人民幣的所有人私人一難無遇,出現問題為權無門,你的資金安全失去保障, 因為隨時你都可能從億萬富翁搖身變為一貧如洗。 據英文媒體報導,巴基斯坦前總理義務蘭罕5月9日被該國安全部隊抵捕, 消息傳出後,其支持者們極度不滿,分而聚集上街抗議, 憤怒的人群將一架中國纖綠戰機一把火燒成灰盡。 據推特上傳的影片顯示,在米安瓦內的巴基斯坦空軍基地的大門口, 原本停放於此充當大門警衛的中共纖綠戰機被民眾放火焚燒, 巴基斯坦政府向來與北京政府交好,被中共官媒稱巴鐵,依偎好鐵的鋼門。 今日印度記者,莫漢引述當地媒體消息稱,巴基斯坦將軍, 金尼的摘底都被前總理的支持者們放火焚燒, 但金尼的家人已被轉到附近駐軍營地,目前情況安全。 據BBC報導,1952年出生於巴基斯坦的前總理伊姆蘭漢陳劉鶴英國, 曾經是巴基斯坦著名的板球職業運動員,出任過巴國家板球隊隊長, 還於1992年率隊贏得板球世界杯冠軍。 伊姆蘭漢於2018年獲得廣大選民的支持,當選為巴基斯坦的總理。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總統拜登預計將於5月19日至21日 在日本廣島召開的七國集團峰會前後,簽署一項備受觸目的行政命令, 即限制美國對中方某些高科技領域的投資。 這項行政命令主要涵蓋先進半導體、人工智慧和量子計算, 但很可能不包括生物技術。 奧爾布賴特石橋集團負責中國與科技政策的高級副總裁保羅, 特料諾在一封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表示, 拜登總統行政命令建立對外投資審查機制的舉措, 為了配合現有的出口管制和其他相關措施, 同時為了確保得到晶圓法案之助的企業不會將獲得的資金投資到中國。 其主要目的是防止中共將尖端技術用於軍事現代化。 北京廖將對拜登政府限制美國對華投資的 新行政命令作出消極回應, 但目前還不清楚是否會採取任何具體反制措施。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截至2021年底, 美國企業對中國累計總投資金額接近1,200億美元, 其中約一半用於製造業, 其中對電腦和電子產品的投資額約為128億美元。 新美國安全中心科技與國家安全副研究員比爾·德雷克塞爾對美國之音表示, 北京採取何種報復措施要取決於他們目前能承受多少經濟損失。 德雷克塞爾說, 美中之間總體上是走在脫鉤的軌跡上, 儘管拜登政府一直堅稱並不試圖脫鉤, 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中關係的走勢, 但就目前而言, 這個趨勢仍然是越來越多感經濟關係與聯繫被切斷。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